巴马玩具 鲨鱼来了 佩琪一家在沙滩度假 猪爸爸和猪妈妈在遮阳伞下聊天 两个小家伙在沙滩上你追我赶 海风轻轻地吹着 太舒服了 猪爸爸和猪妈妈竟然睡着了 佩琪和乔治趁大人不注意 悄悄地溜去海里游泳 他们玩得好开心呀 突然一头鲨鱼靠近呢 准备攻击佩琪 在这危急时刻 一头鲨鱼游了过来 他把鲨鱼撞开了 可是鲨鱼不服气 继续发起攻击 在打斗中激起了大烂 把佩琪和乔治的眼圈冲走了 俩人慢慢地沉了下去 鲨鱼赶紧把他们拖在了背上 往岸边游去 可是鲨鱼紧追不舍 佩琪和乔治特别害怕 赶紧呼叫汪汪队求救 天天和鲨鱼赶过来营救 天天驾驶着直升机 在上空发射烟雾弹 迷惑鲨鱼视线 鲨鱼趁机逃走 路马驾驶气垫船前来接应 佩琪和乔治上船后 路马发动气垫船迅速地离开 把他们带到了岸边 佩琪和乔治赶紧跑过去 找猪爸爸和猪妈妈 爸爸妈妈 我们回来了 猪爸爸和猪妈妈被吵醒了 看到两个小家伙满身的沙子 猪妈妈开心地笑着说 哈哈 淘气的小家伙 我们回家洗洗吧 妈妈 刚刚好危险呀 有条鲨鱼要吃掉我们 多亏了金云先生和汪汪队 我们才得救的 哦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家人边走边说 回家洗澡去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就订阅我吧 留言更有机会获大奖哦